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此向西 就是被誉为天子府库的丰饶之地 天府之国 成都平原 成都 三千年未改名字 未签城旨 在众多河渠的引导下 来自都江宴的民江之水 不只为成都平原提供了灌溉水源 还奠定了成都市区河道纵横的优越格局 嵌在高楼之间的锦江 曾是古代成都的护城河 也是水网的一部分 如今 它不仅为成都留下蜿蜒的绿色长廊 更让拥挤的都市放慢脚步 去体会时光留下的灵溉 闹市中的清代古街 宽窄巷子 号称是最成都的地方 三百云前 这里曾是清军军营 后来 奇人后裔 达官贵人 泛夫走族 纷纷汇聚于此 青砖带瓦 平行排列的宽巷子 窄巷子和井巷子 共同组成了这片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街区 川菜有麻辣 辛香 咸鲜酸甜三大类 共二十四种常用味性 其中锦麻辣类就有麻辣味 红油味 胡辣味 酸辣味 焦麻味 家常味 鱼香味 陈皮味和怪味九种 讲究的就是百菜百味 一菜一格 川剧是中国戏曲中的川菜 变脸是川剧里的绝化 喜爱乐皆能瞬间切换 喷火靠的是嘴上功夫 正是川剧中的暴殿 市中心的人民公园 以前叫少臣公园 已有百年历史 闲潭 唠嗑 砍大山 是中国各地聊天的同一字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却有另一种说法 摆龙门阵 所谓摆龙门阵 就是轻松地随意地聊天 在这里只需一杯清茶 一把竹椅 便可家常里短海阔天空地 摆上一整天的龙门阵 地址 历史上大多数时候 每当中原发生饥荒或战乱 成都都是最好的避难之地 公元759年 为躲避安史之乱 47岁的杜甫就流落成竹 在幻花西畔搭起草房 居住了三年零九个月 安德广煞千万千 大碧天下寒室 巨欢言 就是它在草屋被秋风刮破时 发出的涌叹 眼前的千万广煞 就是紧邻城市中心的新兴城区 成都高新区 在古属人养残和鱼猎的地方 今天的成都人已开始采集新时代智慧 许多新兴建筑 还把绿色可持续的设计 融入到了每一个角落 从市中心沿着锦江向北 就是著名辣酱皮线豆瓣的原产地 豆瓣是辣椒与残豆的奇妙组合 被视为近代川菜形成的标志 为追上全球川菜爱好者的大胃口 皮独区一年能生产一百万吨皮线豆瓣 不过这其中真正上好的豆瓣 仍需尘化三年才够味 超过八年才能称之为极品豆瓣酱 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但是人间烟火味 醉俯烦人心 天还没亮 城市里的一批居民 已经睡到了自然醒 但是人间烟火味 都能够吃掉 我也是一批居民 但是人间烟火味 我也是这样的 但人间烟火味 就会不会有点 这里 我也是一批居民 我们在家里的一批居连 都不想走 这种人 我们在家里的大胃口 在家里的一批居民 是 小雅 我寶貝哥丟了嘞 包起來 包起來 小雅 你們把皮膚丟了嘞 對嘛 包起來 你咋子 你打棍兒嗎 還是你耳朵不是你外牙君 你看你媽唷 饲养员梅燕是骑得比大熊猫还要早的人 熊猫妈妈只负责早间清洁 之后宝宝的吃喝拉撒就都要梅燕接受 首先梅燕要在警觉的熊猫妈妈眼皮底下取出宝宝 虽然梅燕已经是熊猫妈妈最熟悉的人类 但在宝宝的问题上还是没得商量 一旦让熊猫妈妈看出企图 梅燕就有生命危险 不过没有什么是一盆蜂蜜解决不了的 来 给你来 妈再再来 哎呦 哎呦 走 给小夕两个一起过去了 快 小夕 嗯 走 给小夕走 吃早饭之前熊猫宝宝们先要称重 小家伙的体重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五千八百七十一克 熊猫宝宝小新在短短的三个月长胖了五十倍 小猫猫的小清晶 我的小清晶 谢谢 不把西药 这边来小猫不来 趕走 嗯 走 嗯 走得很 他不正了 不正了 不正了 他还不左 这小时候对熊猫的概念 就只知道它是规短화를 就是黑别的其他一点感念 来了以后就觉得 熊猫还是有像熊有像门的 看它东大一头 结果吃了猪只吃熟 然后还太过去了 天还奔托奔托的 还跑得飞快 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 接待游客的时间是早晨七点半 但是每天不到七点 很多急脾气的游客就等在了大门口 每年全世界超过450万人次 到成都看熊猫 从市中心到熊猫基地 只需要半小时的车程 几乎所有关于成都的旅游线路里 大熊猫基地都是必选项 第一批进入基地的游客 正好赶上熊猫幼崽的室外活动时间 芝麻和芝士是梅燕带大的一对双胞胎 他们和梅燕都早已经名声在外 此时数以万计的网友也在通过直播与梅燕一起度过早间时光 2013年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与央视网联合推出了熊猫频道 全天候直播大熊猫的活动起居 据说最忠实的粉丝是工作压力颇大的都市百里 他们可以在休息日几个小时持续守在电脑前 观看未经任何剪辑的大熊猫最平凡的日常生活 体力量改变 高兴 几个小时 牛车好被过来 再给您要似乎 我跟你说 我们要叫你陪 和你陪 和你来 我来 哎呀芝麻 芝士在喝水 哎呀 一直没给大芝麻 哎呀哎呀 快点,过来,过来,我给娘说 姿势你喝 姿势,喝水水快 我把芝麻给你包开,快 来,来 梅艳的宝宝们玩性正浓 更幼小的弟弟妹妹们则还没有吃完早餐 小家伙们在半岁以前 最爱吃的是盆盆奶 由黑熊奶粉,牛奶奶粉 大熊猫的母乳混合而成 脱离了饲养员怀抱的大熊猫 饭量瞬间激增 从起床到现在 这家伙已经不停地吃了三个小时 大熊猫每天要花10到16个小时 吃掉15到30公斤的竹子 却只能消化其中的17% 同一个时间里 有的在吃 也有的在拉 大熊猫幼崽在三个月之前 并不会自己排便 野外的熊猫妈妈会舔幼崽的身体 帮助他们排便 熊猫基地里面 这项工作就交给了奶爸奶妈们 这些涉及隐私的内容 大部分游客是无缘得见的 临近八点 梅艳的早间工作即将结束 人猫大战却丝毫没有平息 一早上 熊猫幼崽就像人类中让人抓狂的熊孩子 精力旺盛一刻不停 而且下手没个轻重 饲养员想歇一下喘口气 几乎就是做梦 离开的小冬孪 你不要来喊你 你不怕最 小冬草子都开始吃了 你骂我吧你 小冬草子都开始吃了 你骂我吧你 我骂我吧 踩不牛 踩不牛 小冬怎么喊你 你怎么吃酒都吃了 啥啥啥 你吃酒的啥啥啥 你吃啥啥啥啥啥啥 我骂你啥啥啥啥 尤士妮 哎呦 你衣服可怜下 不过来 本身死猫人国都买吧 应该算是 只要死熊猫人国都喜欢 哎呀 花了呀本 好吗 终于梅艳完成了本周的第三个夜班 熊猫基地大门外 游客还在不断地增加 成都私家车保有量仅次于北京 早晚高峰的拥堵程度也领先全国 只是在以休闲著称的成都 早高峰的时间比全国平均时间 至少晚开始十五分钟 工作日的上午 似乎只应该和紧张忙碌相关 成都却随时可以看到别样的景象 成都地处四川盆地 一年中阳光灿烂的日子不会超过五十天 于是晴天变成了节日 过节一定要去泡茶馆 成都人民公园里的鹤鸣茶馆已经开了九十七年 可以同时容纳三千人在这里喝茶 很多成都人在这里喝掉了大半生的时光 天气好的时候 能不能晒着太阳喝茶 就全凭运气了 近些年多了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和众多旅游城市一样 成都人本不屑和游人争地盘 只有泡茶馆这件事情另当别论 应该把那个西茶里伸倒了 不要他们在意 不要他们在意 从今人跟成都的十位成都成都喝茶 来三些休闲点 说得多些 还有多些 什么复杂嘛 茶馆不止用来 消磨时光 成都人可以在茶馆里做任何事 天茶蓄水的几个小时里 或许就弹成了一单上百万的生意 也可能一个巧妙的创意 就在弹效间产生了 当然 鹤鸣茶馆再大 容下的也不过几千人 更多的茶馆 遍布在只有成都人 才熟悉的社区和街巷里 不管是不是晴天 府琴茶社老板娘杨桂花 都会准时开始一天的忙碌 这边是一半的 这边是一半的 一半的呢 这边是一半的 这边是一半的 你都满出来 哈哈哈哈 快走这个半的 要踏实点这个半的 哦 大牌 发呆 百龙门镇 是成都茶馆的标配 哪一样都不可能让杨桂花赚到什么大钱 小时宜嘛 生活嘛 是吧 好多数人 一生花好多年了 所以要把爹这东西 他开好多年 我们就刷好多年 是吗 是朋友还是同事 我们人花茶呢 你说总是粉丝啊 就是合茶认识啦 阿星嫂 开茶馆 来清啊 因为这爸爸茶馆 那些老年都花得多 他不想那些茶馆之外 他就给点亮啊那些 我们茶也都长得多 老茶可以都茶馆和冬茶 老北 来了 下一个 这里销量最大的 是成都最常见的茉莉花茶 与老北京熏制的花茶不同 成都的花茶是绿茶配上新鲜的茉莉花 成都人给它起了个风雅的名字 碧潭飘雪 风雅的碧潭飘雪只卖五块钱一杯 免费蓄水不限时间多少年都没有变过 十年间城市发生了很多变化 有些老客人搬到了更远的地方 这样的社区茶馆 这样的社区茶馆数量也在减少 你宝宝取下来 马上你背起来 我给你去 那时候是我扣持宝宝 我还是拍一只宝 可以扣持 宝宝这个叫银行 钱还叫银行 让我银行取下来 我喜欢点晒太阳 那晒太阳你干嘛 我就喜欢这个地方 我从东门上到西门上来的 那时候车还行 一个半小时 我行几门 八门 十门 九门 全部过来晒太阳 去喝茶 喝茶吧 如果是晚上不会有那么饭吧 我们家外来吃啥 大家朋友聚会一下嘛 有啥事摆一下嘛 这儿成都去吃 大家今天有九星朝吃 明日无数日再喝喝水 小妈 都是这样子 我们成都的妹妹都 一个都很漂亮 文化素质也比较高 很高 就点火茶 大家在这儿吃点瓜子 可可丢了底下 但是下来 你脑袋是稍微搭开进去 很多老茶客 会在这里待上一整天 饿了随时叫一碗 鸡丝凉面 红油超瘦 无所谓是茶点还是正餐 杨桂花从不拒绝 穿梭期间的油伤 有时候她也这样解决 自己的一日三餐 你们来喝茶老年人去 还来喝茶 要给你 要给你照相 哦 反正就这种生活模式嘛 他们这些喝茶呢 别吃饭了 喝茶就把这一天就过去了嘛 谢谢大家 谢谢啊 这是什么 deserves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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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快 快 谢谢 有 对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临近中午 成都老城区的玉林菜市场进入一天中第二个忙碌的时段 饭馆和食堂的大宗采购在更早的时间已经完成 这时候来买菜的大多是在家里做饭的成都人 肉和辣椒占据了菜市场的半壁江山 它们几乎全部来自20公里之外 凌晨一点是成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肉类区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候 每天有2000多头猪在这里经过检疫 挑选 分割 最后进入成都人的餐桌 调料区的兴奋要比肉类区稍晚些 但这些看着不起眼的辣椒 花椒 比的不是谁起得更早 而是谁跑得更远 我说你联系的到玫瑰的那个站点不 他那个好多钱一斗嘛 七八百 然后大概要得到好久嘛 来澳大利亚要好久嘛 马来西亚好一过星期嘛 在成都的时间表上 看得见的地方 他就不管出全都兴出ак 还喜欢看得上 然后这肯定一张 它是不能精商 不可以用 火火 把它意bro 进一开始 comm s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旭本来是个厨师 但是在这间厨房里 爷爷却是绝对的权威 今天中午爷爷要做回锅肉 每个成都人都有一盘自己的回锅肉 在外面那是家里的味道 在家里谁长勺就是谁的味道 这把土菜刀老爷子用了几十年 一把菜刀能解决所有问题 你这个切厚了点我答应 厚厚 这个回锅肉就是要厚一点 切薄了就没得炒出来 没不够味道 多一点嘛 白眼不腻嘛 没那么腻神嘛 你咋的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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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刚看找我的办法做 谢谢随便你 这个火锅炒出来不行 那就随便你了 我按着我去办法 随便你 好了 快点炒酒了 快点烙 你再炒 把它倒下去 把它倒下去 我手没那么大劲 成都人的家里一定不能少了泡菜坛子 刘旭家有两个泡菜坛 大的是刘旭的 小的是爷爷的 老爷子的坛子是祖传的 已经有了上百年 一代代人离去 泡菜坛却一直留在了这个家庭里 但是刘旭自己也已经在一年前晋升为了爷爷 但祖孙俩至今还是在一起生活 一娘有初二二十六大鸭鸡 其女工人比这些这么好 这就是传统 这个九十岁以后 我就希望能够陪着她去一些她曾经向往的 但是没有到过的地方 因为人毕竟百岁嘛 即使还有十年也就是三千多天嘛 所以要珍惜每一天 每一刻 中午时分 宽窄巷子和锦里拥挤起来 尽管在老成都人眼里 这个记忆里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早已变了味道 但对游客来说 宽窄巷子和锦里就是最成都的地方 旅游总逃不过逛吃逛吃 中午吃火锅太过生猛也太耗食 家常川菜和小吃一统天下 各种口味拥挤在一起 吸引着比他们更加拥挤的人群 遇到节假日的时候外地人挤在城里 成都人则奔向了城外 每到饭点 七十岁的徐继元总是要到厨房看一看 成都是中国最盛产农家乐的地方 城里的空间远远不能满足好玩的成都人 东南西北随便选一个方向出城 都能找到成片的农家乐 这个院子被称为中国第一家农家乐 1986年做花木生意发了财的徐继元 成了先富起来的那批农民 有钱了便要盖房子 盖房子本意是方便自己和来买树苗的客人 可一来二去 房子本身变成了生意 有时候就晚了 我们在住自家吃饭的时候 他们一四三星天问我们 那不能不能多住点吗 我们在这吃点饭行不行 中午时分徐家大院的餐厅瞬间涌进了几百人 一个多小时后 他们又将散去 转战到各种乐子里 我们发动 你们觉得这样发动可以把它打着吗 在玩儿这件事情上永远不要低估了成都的想象力 大众款型之外 一定还会有各种出其不意的另类玩法 当你和你的艺术结婚了之后 你很难得和其他的东西再更多的那种去 因为你的所投入的东西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 在城都近郊的明月村选中了婚房 做陶瓷需要场地 村里的房子大 院子宽敞 李青可以随意设计他的工作室 更重要的是 这里离城市不远 日子绝不静 中午十分 李青的又一件作品出窑 哎呦烫死了 创作的时候非常愉悦很高兴 每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充满了一种力量感 这种东西都充满了一种力量感 都充满了一种力量感 哇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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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要趁热吃 哇 没要吃啊 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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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嗯 嗯 好吃 开始也是在工作中 比如在烧窑的过程中 突然起始妙想 为什么不能把这个烤在里面 把窑炉这个热肤色 窑的火的温度 把这个做好了 那么就开始做尝试 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创作是一样的 在成都周边还有若干个明月村 聚集了许多像李青这样的新村民 当中有诗人 画家 音乐家 他们在任性自在中把生活艺术化 把艺术生活化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百个品牌 五千多种机型 这里应该是全世界手机密度最高的空间 张松的主要工作是对已经开发出来的手机游戏进行运行测试 寻找其中的漏洞 一个游戏的测试需要几百台手机同时工作 客户把他们的测试包发给我们后 我们的测试人员首先会试玩这个游戏 玩的同时测试脚本自动形成 这一个脚本在几百台手机上去回放 最终我们再出一份测试报告给客户 张松面对几百个手机的时候 周边写字楼里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 也开始了在电脑前的忙碌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专业软件园区 成都天府软件园 也是成都年轻人最密集的地方 这里是最好玩的地方 将近一千家游戏团队 很多年轻人熟知的现象及手游都诞生在这里 这里也是玩的最不轻松的地方 为了屏蔽多余信号的干扰 这个不到五平米的手机柜 必须保持密闭 而张松和他的同事们 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是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 软件园几乎一整天都是安静的 被戏称为程序员的编写程序的技术人员 连交谈都是通过鼠标和键盘完成 这些以黑框眼镜 牛仔裤和双肩包围标配的理科生 构成了软件园独特的景观 临近下班 政务服务中心户籍窗口内 内外依然忙碌 2017年 成都制定了人才落户的新政策 一年多的时间 超过23万本科以上学历的外地年轻人 从户籍上变成了成都人 傍晚短暂的优雅只是在等待 这个城市即将迎来一天中最热烈的狂 来给你们看看 这边的排队 朵依今天要直播吃火锅 但首先他要解决一张进入火锅店的门票 我排了很长的号 我要问一下这个小妹妹 她们排了多久了 你好 你们排了多久号咧 650号 那你们排了多久 再的话请举手示意一下回到一山 你们多小时 成都的夜晚整个城市都弥漫着火锅的味道 为了吃火锅排队 是成都人最坦然的在所不惜 我又没上班 就被他们叫来来后北 我5点半到这儿 然后又一直等他们一起过来 其实人到期也就7点过才到期 因为有一个朋友他今天要出差走了 然后就离车离东站近一点 结果还是没赶上 他又已经走了 就我们吃 我来这给他送行 对 有网络统计过 一个成都人平均等位的极限时长 是3.5小时 我看也不知道你多少 你等会儿吗 这个小姐姐 给你们看看小姐姐 下一个是我们锅 这边有个C70 我刚才保留那个 我知道 我知道 直接面对顾客的前台 成为了一些店铺压力最大的岗位 这家店的前台 每两个小时就要换一次班 前五十九三 你是五十九吗 一十三 我挤不进去了 不要前面还有几桌呀 一百多桌 那会等多久 哪一百多桌 我要 我需要一个号 一个人 小姐姐 谢谢 我还要等一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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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 谢谢 前面还有五桌吗 谢谢 你还是给我一个号吧 成都不会允许任何一个时刻变得无聊 等待也变成了另一种狂欢 围绕着火锅店许多买卖衍生而来 应激水果 小吃零食 他们与火锅商家共享一批客员 形成了一个排队生态圈 我没第一次吃 我才 那你们其他人都吃东西了吗 没有 没有啊 吃了 吃了那四次的鸡翅吧 我看 广告的 那就是这个饿着 然后就等到 等上去 不存在 成都人坦恶 这经常的事 三次我们吃饭 也是等了两个多小时 也是吃火锅 没有吃干锅 吃干锅 好 别人就好吃嘛 好 好 一三十三号 请盘要写B三三的份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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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九点半 在等待了三个半小时之后 这群年轻人终于盼来了位置 几乎是同时 朵衣也终于吃上了今晚的火锅 哇 等了这么久 哇 好 哦 不 在成都每新开一家火锅店就有两家旧的关门 上个月还是排队人数最多的店铺 下个月可能就换成了别家 你方唱罢我登场 推动着成都火锅的更迭变迁 在亚马逊发布的睡眠地图里 成都是中国最晚入睡和最长熬夜的榜单冠军 九眼桥成都改革开放之后最早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 早已变成了酒吧的天下 据统计2017年成都拥有一千八百五十五家酒吧 全国排名第三仅次于上海和北京 比这个排名靠前的是书店 成都共有书店三千四百六十多家 高于这个数字的中国城市只有北京 闹市背后的这家书店 淡蓝色的招牌 会在夜里一直散发温馨的光 时过午夜 那些不愿安眠的成都人 总能在这里见到书店老板罗勒 晚上的客流要多一些 特别是工作日 晚上很多学生也好 还有白领都喜欢晚上过来加班 或者是办公 或者是学习 我觉得共性就应该是都是不愿意回家的人吧 或者是不愿意回到原来生活的那个空间去的人 我觉得可以给这种晚睡的人提供一个安静的场所 提供一个跟酒吧跟茶楼不一样的地方 相对于喧嚣来说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需求 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